安波华语足球快训 2022年9月21日 C朗渴望出战世界杯 在出席葡萄牙族协举办的一个典礼时 C朗拿度表示自己渴望出战卡塔尔世界杯 C同时也希望能继续征战2024年的欧国杯 现年37岁的C朗拿度是葡萄牙队史射手王 今年冬天的卡塔尔世界杯 将会是他第五次出战世界杯赛事 有说法称卡塔尔世界杯可能成为 现年37岁的C朗拿度最后一届大赛 对此基斯坦奴 朗拿度在颁奖典礼上表示 我希望能出战卡塔尔世界杯 也渴望能够继续征战2024年欧国杯 在本次颁奖典礼上 C朗拿度因为成为世界足坛国家 对层面进球最多的球员 拿到特别奖项 在上台领奖时 C朗拿度表示 我很自豪能够获得这个奖项 我从没有想过有一天能够实现这一点 我感谢职业生涯中所有帮助过我的人 这是一条漫长的路 但我想说的是这条路还没有结束 我会继续承担起更多责任 面对更多压力 我很感谢葡萄牙足协 看看如今我们的各个队伍 五人制足球 青年队 女足都很出色 我希望能够继续为国家队效力更久时间 我依然充满动力 我的雄心依然高涨 如今的队伍里有很多优秀的年轻球员 我想成为世界杯和欧国杯的一部分 我感到很开心 今天颁奖出席的很多人 有一些是我曾经一起踢过球的球员 有些则是正在一起踢球的人 我很自豪自己能够成为时代变迁的一部分 迪奥高祖达甚至和我开玩笑说 你和每个人都差不多踢过 一直到老都是如此 感谢你的收听 谨记关注我们的频道 还要点赞哦 就讲了 好 SJ 感谢观看